哈喽大家好,我是常烈 今天和老铁门聊一聊美国警察和美国合法拥有枪支 在开始之前需要老铁门先抛弃一切 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回归到人性之处 先在脑海里想一想 我们人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我们人类就是动物 人类这个词也就是一个物种 就和狮子猎狗 没有什么区别 而人这个词则是拥有人性的意识形态的人类 任何国家的人刚出生的时候都是白纸 在成长的过程中接受的教育 以及环境的影响 大体上就会决定这个人类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人和其他一些动物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能够自律 在任何环境下 即使没有外力监督 都会知道什么事情能做 什么事情不能做 这就是教育的结果 我们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 如果一个人打小 被当狗来教育 那他就会变成一只人形狗 人类外表下是狗的习性 所以我们人生接受到的第一课应该是怎么做一个人 而不应该是只会学习课本上的知识 很多公知喜欢拿美国人教育小孩的例子来嘲讽我们中国的教育 其中他们最喜欢说的一点就是 美国人从小就会被教育什么是规则 比如玩玩具 完了要收拾 是为了要保证教室整洁有序 只有这样才有足够的空间做其他的活动 打翻在地的牛奶要赶快的擦干净 否则别人踩到就会摔倒 自习的时候要保持安静 因为你的说话上可能会打扰到其他的同学 打喷嚏要把头埋进一个手肘里 否则就会传染给他人等等 这些规则的制定当然是没有错的 问题是在于美国人的教育方式 比如有的孩子吃饭时把菜撒到了地板上 老师就要求他打扫完了之后才可以去玩 这样的事情发生几次就要求几次 不打扫完就不能去玩 要么就是禁足 美国青少年在拿到驾照以前 出门全靠校车或者父母开车送他 父母掌握了孩子的自由活动权 孩子就不会轻易的做出 特别忤逆父母而导致自己被禁足的事情 这就是只强调违反规则之后要承担的后果 而不是反复的强调为什么有些事情不能做 为什么有些规则就不能违反 不管他的惩罚措施是什么 这种教育方式能够很快的就教育出 一个在人前看上去很乖的孩子 在父母老师的监护范围内都是乖宝宝 美国人的这种教育方式越往下的阶层 表现的就越简单粗暴 不听话的往仓库一扔 关到以后不敢了为止 欧美国家很多都是这种教育 哈利伯特老铁们基本上都看过吧 小哈利就是一言不合就被他的叔叔滚进了储藏间 虽然这只是小说 但小说也有源于生活的一部分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训兽手法 当然美国的富人阶级是另外一个世界 这方面公知说的已经足够多了 美国的中产以上 他们有良好的教育 优越的环境 想不成人也很难 但是他们并不是美国的大多数 占大多数的还是美国的底层 穷人 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形成条件反射的 训兽般的方式来教育孩子 而不是真正的让孩子们去理解是非 他们教育出来的不是人 只是一批听话的人类 是一群比野生动物听话一点的家养的动物 但是因为幼年的成长环境 除非发生大的变故 否则所要遵循的规则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他们只知道有些事情做了会被惩罚 却不知道是为什么 这种方式就注定了这些孩子 一旦脱离了既定的规则的时候 就必然会失序 一旦惩罚不存在了 那么他们的行为就会回归到动物本能 并且在本能遭到长期的压抑之后 会变本加厉 美国又是一个自由界限非常宽广的国家 美国人在美国社会就可以自由地跟野生动物一样 比如现在美国一些地区的警察系统 一旦瘫痪就会以极快的速度沦陷 公知口中那些高素质的美国人仿佛一夜之间就消失了 同时特朗普的二儿子埃里克就在近期声称 特朗普政府会维护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 并且抨击日趋激烈的美国抗议活动是 动物在占领我们的城市 埃里克就是非常赤裸裸的将美国的普通民众比为动物 他确实是川建国的亲儿子 跟他爹一样时不时还真就能吐出两句真话 这真的不是常怜歧视或者侮辱美国人 这是事实 美国压根就没有任何文化 美国的底层里只有人类 没有人 而美国警察就是统治阶级 为这群人类进入社会的时候 设置的训兽是 我相信不论是去美国玩过 或者正在美国生活的华人华侨老铁们 出道美国时都有听到过这种忠告吧 就是无论你是购物 逛街 吃饭 还是开车 如果遇到警察要求你停下 那你就立马照做 他怎么说 你就怎么做 紧急情况下 美国警察会喊 freeze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做任何多余的动作 尤其是不要伸手掏豆 掏里边的证件 那你会直接被击毙 因为他们会认为你是在掏枪 警察让你蹲下或者趴下 那你就立马照做就完事了 动作一定要慢慢的 在警察没有盘问前 不要开口说任何话 要是做出大幅度的肢体语言 弄不好你腿上就得挨一枪 算是警告 对于这些忠告 我们中国人除了一些真的是憨批之外 大部分正常人第一反应是不能违法 因为这可能会给他人造成困扰 犯法的行为是不对的 同时我们亚洲人包括中日韩 也知道袭警是违法的 因为警察是执法者 但是在美国人的眼里 听警察的话就没有那么复杂的理由了 他们听警察的话的理由就是 从小就被教育 不听警察的话就会被打 不听警察的话就会被抓起来 不听警察的话就有可能被击毙 这些理由就跟遵守法律没有半毛钱关系 要是美国警察表现的稍微温和一点 他们甚至能跟警察打起来 在美国这种和警察对打的事情 除非是警察打死了人 还得是黑人 否则都上不了新闻 尤其是在美国底层平民窟附近 警察只要抓不到 就别想让他们听话 这就是很纯粹的动物本能 而美国警察的职责就只有执法 通俗的讲究是训兽 就像川普的儿子埃里克说的那样 美国统治阶层的眼里 美国人就是一群持枪的动物 美国人虽然持枪合法 但是这种持枪的合法性 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法律赋予的 而是源于美国早期殖民扩张的历史 持枪在一开始就是美国人的基本配置 虽然一开始的时候 法律还没有赋予美国人持枪的权力 而美国政府一是没有进枪的能力 二也没有进枪的动力 毕竟美国总统背后还有军火商 所以1791年美国就干脆通过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 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力不可侵犯 承认了美国持枪合法 老铁们这又是一个美国典型的 既然搞不定 干脆就让它合法的伎俩 就跟贪污一样 这种法律听起来非常冠冕堂皇 公知甚至会说这样一来 美国人民就有反抗政府的能力了 为美国人持枪洗地 公知来来来 你拿着美国市面上能买到的枪 反抗一下美国政府试试 所以老铁们仔细的品一品就会发现 美国警方长期暴力执法的根源 恰恰就是民众持有枪支 警察为了保全自己的安全 一般会采用极其暴力的手段 以解除对自己安全的威胁 基于这种理由 美国法庭很少判定警察是非法杀人 而事实是美国民众 往往在面对警察这种国家暴力机关的时候 根本连掏枪的机会都不会有 但是这种暴力执法的方式 却一直延续下来了 并且执法越来越暴力 逐渐形成了美国今天的现状 美国人所谓的绝对自由 就意味着无序 在这种无序之上 如果能出现有序的现象 其背后就是绝对的暴力执法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的执政能力是真的低 看似进入了现代社会 却还在用最野蛮的一种手段来管理 放弃对民众的教育 直接武力征服 再用美国强大的宣传力量 包装粉饰太平 美国现在的科技再先进 也掩盖不了他们野蛮的文化 何况美国先进的科技还有不少 是挖了别国别的文明的科学家搞出来的 所以老铁们 美国就是这样一个 浅薄又没有内涵的强盗国家 好了今天聊这期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